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媒体人孟璇 跟大家聊一下 上个星期发生的新闻 老孟你好 文广你好 各位观众好 我跟老孟 本来我们先聊一下 在我们美国中西部 上个星期或者是最近一个时期来 一系列的性丑闻 比较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谈一下 为什么在发生在中西部最近 出了很多而是性丑闻 还是不是一般的性丑闻 还遇到很多性变态的一些 性虐待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这是不是儿童不宜 对 但是今天突然就在我们要讲之前 星期五 我们知道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科米被川普解雇 11月之后 他终于进行了一系列 这个报复行为终于出来了 出了一本新的回忆录 叫更高一层的忠诚 由于这个 整个这个 上个星期周末 就是星期五啊 媒体对新进行大量的报道 我们两个也必须要 稍微要谈一下 好吧 这个科米这本书呢 就是老妈 就是大家老早都已经在期待了这本书 对 他是大约11个月之前 11个月之前 他被这个川普解雇 解雇以后呢 大家他就说准备要再写一本书 至于这本书的内容怎么样呢 大家都在期待 所以终于大家都觉得他写这本书呢 就等于是对川普的这个 对他解雇一种报复吧 今天这个终于给出笼了 看到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原书 现在这个原书下个礼拜二 好像正式上市 已经是最热卖的 在这个纽约时报 就几个排行榜里头啊 他已经是销售率 就是预约的就是很多 我想这个会比这个上次那个 Wolf那个 那个记者的那个 那个八卦的书啊 要更更受欢迎 因为科米可不是一个 纯粹讲隐私的这个 这个记者了 是不是 他是一个真正的 做到联邦调查局局长 那是很高很高的 全国最高的侦查的 对他本身又是个 那个学法律出身的吧 他是不是 反正他们那个 还是个不要有原则性的 一个对 对对 而他曾经做过 这个 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所以呢 他的写的东西的 可信度 和的严谨程度 当然要比那个 这个八卦的这记者 更有 要高得多了 这也许是因为 这个他这本书 可能就 为什么受欢迎 特别是 一些左派人士啊 对对这个川普有这种 就在关注着这个白宫政治 这些人呢 可能会更加 我想不只关注白宫政治 全国都在注意这个 因为你看这个就是 礼拜天的星期访谈的 这些节目 就是星期天早上的那个 大部分最多都是 现在都是以打他访问 直接采访他作为这个广告嘛 可见的这是绝对吸引 吸引全国政治 政坛上又一颗震撼弹 目前他先为了打书了 先把他的内容 已经揭露了一部分 所以他有的很多 就把他这个章节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我们做记者就知道 就他一般有时候 会在这个书出版之前呢 会给一些记者 一个参考版本 但这次呢 他就把一些章节 先寄给了各大媒体 所以现在各大媒体呢 基本上都根据这些章节呢 做了很多的报道 对 你讲 对 就是说呢 他这里头啊 有一些是非常的 这个 这个送人听闻 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总结一下几点 好 就是我先谈的一点 第一点 当然这个 这本书的可能最关键的 这个 这本书啊 最关键的要点 就是一个 当时他跟川普的一次见面 就是后来就 当时那个川普的这个 是叫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弗林吧 对 这个弗林被解雇以后 当时呢 就是川普曾经跟他们 跟 Komey召见了 Komey 在台湾以后 其他人都离开了房间 他跟Komey在一起单独讲话的时候呢 他提出了讲道 就说的是 我希望你能够放手 这个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 这个书的一个 一个关键情节啊 这个情节中间 在很多人来说 这就是等于是 妨碍司法公正 因为他等于是 要求这个 科敏呢 不要去调查这个 弗林放弃这个事情 对 事实上还有之前呢 就是不是这个之前 就他后来专门请他吃一顿饭 我们先讲这两个人 好好 我们再讲这个 对 这个事件 他就觉得就是 川普在跟他施加压力 然后呢 因为川普过去是 一直否认 说的是他曾经给施加压力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施加压力 这个这个这个指控成立的话 如果 一般来说 他会遇到就会 遇到什么样的妨碍 就是 妨碍 就是妨碍 他现在在那个 Muller的检察官的调查 就是他的前任 科米前任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这个 就是因为川普 把这个科米给开阁了嘛 开阁以后的话呢 结果就反而促成了 这个 这个司法部的法务部副部长 叫Rustin 他呢 去任命一个 独立的 等于是独立的检察官了 一个特别的检察官 叫穆勒 这个穆勒的这个调查主要是两项 一个是他究竟川普的这个竞选啊 有没有跟俄国合谋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川普有没有这个妨碍司法 我们知道像尼克森下台啊 主要是妨碍司法 当然 对 在美国妨碍司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对 比如说的是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你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你呢 就不去配合 故意去销毁证据啊 或者是告诉别人说不要去怎么样 这都算是妨碍这个 对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过 所以川普呢 因为那个 科米呢 科米呢 他一直在提起他说 他跟那个川普的这个交谈之后呢 他写了一个备忘录记录了这个事情 对 当时就立刻写下来的 对 但是那个川普呢 当时就一直否认啊 就说的是他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这本书 从这件事上来呢 得到的印证 而且媒体呢 对这个事情的这个 也过度的关注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就违法的叫 妨碍司法公正 所以这本书里面这个 他做了一些详细的比较 就争论点就说 川普说了一句话说 我希望你能够放手 这个一般的右派人士就 共和党就说 我希望只是说 表达一种愿望 并不是他想做什么 但是呢 从这个科米自己的解释 就说在这 他这样说的目的 就是意思就告诉我 叫我不要去 是要给我一种指令 所以这就是他的争议 而且不只是这一点了 就是说科米这一次 当然就把他整个 因为他上次 对对对 我们先一点一点谈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上一次 上一次他是在国会里头的报告 大家当然这样 现在他有输出来 就整个的讲得更详细 他这里头最 这个我看到的这个报道里头 最让人家吃惊的 就是他要问他 不是说你对我忠不忠诚吗 就是你是不是等于是 总统要 要这个科米跟他效忠的意思 就是说那这个时候 他就回答的时候 他就非常谨慎 他说我的效忠是有一个更高的 我这等于就是对国家的效忠 所以他这本书的书名 就取叫The Higher Loyalty 就是这个 更高的忠诚 就是说我并不是 我当然作为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 他当时的身份 当然是要效忠总统 可是你总统如果违法 或者总统使用不当的压力 来妨碍我的职务 我所在宪法上所应该负的职责 你在进行施压的时候 我有一个更高的忠诚 这个你想你跟总统在两个人在讲话 他说你是不是支持我 所以他后来他就讲了一段 非常在这本书上出来 他说我这个讲话的时候 我好像跟那个 这个这个黑手党的老大在讲话一样 对所以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 就叫做白 这是我们这个今天节目的一个 一个标题 就白宫中的教父 就好像说的 他就觉得他就马上就 他就刚才提到你刚才的一个事例中间 一个情节 就他们两个人私人吃过一次饭 对 那这个饭吃的很 很奥格 他这个吃饭的话呢 他最先是以不晓得就是 就是两个人吃 那他这个当然是 那个那个 他早就知道他可能是为 为什么要请他 而且是两个人吃 普通的话呢 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跟总统见面呢 从来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 这个是违反他这个司法部长啊 或者是司法部的高官呢 一定要在场的 他正用私人对 这是一种规矩了 这是规矩 所以他这个私人请他吃饭 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是我原先并没有讲说是一对一的 那然后他当然知道这个是一个很 很尴尬的 很有目的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 他就把整个的 这个吃饭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情节 他说你是不是忠诚于我啊 是这样子的这个话 然后这就 这个话 他说的是 这就像黑老大的做法嘛 对 这就是美国的黑手党的做法 对 而且好像就把他跟那个 跟那个 联邦调查局的关系 就川普跟联邦调查局长的关系 就好像是一种 像一种英文叫transactional 交易的 这一种交易的 就是你忠诚于我 我就给你一个好处 这完全就是一种 那个专制式的这种 这种统治的一种 这个就是这个美国 不是我们看过很多很多 这种黑帮的电影嘛 对 那个老大老大的 这个找底下的人来 然后就等于是要给他设一个鸿门宴 然后说你是不是跟我一起 否则的话你走着瞧 是等于这个意思 那当然这个就是完全施压 他现在在书中 把他的整个的感受讲出来 那这就很严重 还有一点就是 他在第一次问他的时候 他特别要求 就是他不是有一个那个 英国的间谍 写了一个他的档案吗 这个档案里面 我们这是第三个 OK好那你讲 所以就是川普 那个科米的第一个 关键问题就是 叙述了这个 说这个川普总统 像一个黑老大 黑社会的老大 这实际上就是 就刚才我们讲到两个情节 吃了一次私人吃饭 再一个呢 就是在他的单独中间 告诉他 叫他放弃 对手下弗林的这个调查 第一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呢 就是这本书的另外一个 关键的情节呢 就讲到这个 跟这个当时那个 秘密档案有关系 讲到川普总统在俄罗斯的 这个说的是 请了几个女 对 在奥巴马睡过的床上 撒尿这个事情 对对 因为啊 这个 这个 川普呢 是这个 Miss Universe 我们叫做环球小姐 宇宙小姐 环球小姐 还是活宇宙小姐 Anyway 这个宇宙小姐的这个整个这个比赛啊 她是 她是出资人 她等于是老板了 她是President 她到了那个俄国去啊 就是住在 俄国给她的待遇是很高 就是住在跟那个 这个给 奥巴马当年去 奥巴马跟她的这个 这个Michelle一起住的那个房间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这个当然说是川普是很恨了奥巴马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呢 这个里头最这个引人这个听闻的 这个这个故事呢就是她叫这几个这个她找来的这个妓女啊对着那个床啊这个吁吁啊就是说泄愤这个意思 那她这个这个这个当然是一个没办法证明啊 除非有有有有有有有视频啊这个留下来 否则的话我就没有这个 他非常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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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啊 这个这个这个档案 他的这个黑材料啊内容很多很多 川普最在意的就根据这个这个这个科米的讲法 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也是里面最让人家不可思议的你怎么可能做这样子的一个下作的 但是那个科米这本书里面他没有去印证说这个事情倒是正确还是错 没有是真的是假 不是他这个有有有讲是这样 说这个川普在他所有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达斯耶就是他所这个这个这个收集的 俄国收集的的所谓的这个这个他的黑材料里头 他最在意的一个而且要川普 不要科米因为他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嘛 说你成立一个案子专门调查这个替我澄清 说我这个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是有洁癖的 我怎么我怎么可能 第一我会找召记吗 我这种人是像召记的人吗 他当然是召记的人 我们知道他召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说这个是我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 他说我这个这个要要向 梅伦娜就像他太太 因为他太太 他说他有可能 百分之一的机会 他太太会相信这一点 他说当然这个百分之十 甚至只有百分之一 只有百分之一 我也必须要澄清这个事情 他说你成立一个调查这个案子 专门调查这件事情 就是说呢 是这个叫做须须门吧 尿床门好了 尿那个床上的门 那么这个呢 就很好玩了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sensational 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他专门就讲的 我觉得他提出的 就还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科米没有说证明这件事 是真实的还假的 他只是说川普对这个问题 非常的那个感兴趣 对 特别要叫他去澄清 因为他说的是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他老婆会相信这个指控 而且他又讲到 他就从这点呢 这个事件呢 科米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呢 就说这个川普和这个 他老婆的关系是很绵致 就他老婆会相信 他会这样做的 对吧 他从侧面就说 他老婆都会相信 有可能会他这样做 他不是 他是这样 他是反问的 他是有哪一个人的关系 他是夫妻的关系 是可能会相信这种事情的 对 那他是用反问的这个口气 但还有一个呢 他就说的是 川普的表现出来 极端的这种不安全感 就拼命地就讲出自己 多么的 像我这种人能会嫖妓吗 像我这种人 我说那么 这个洁癖的人 有洁癖的人 我怎么会去 让人家在我的面前吁吁呢 所以还有他就讲 像我这么帅 像我这么有钱 我会去嫖妓吗 结果这就是讲出这个东西 这是第二个 就是这个第二个 比较公开情节 第三个是比较证据的一个情节 就我们知道啊 就是科米呢 是在他辞职之前的 共和党和民主党人 两边都在恨他的 在大选中间 是吧 因为那个民主党人很憎恨 憎恨他 就是在大选的前几天 然后他就公开了 突然说的是这个 希拉里呢 那个出现那个邮件门 就希拉里的这个书户啊 用一个外来的一个 一个这个邮件 对这个这个邮件门的事情 这个当时 那就是说 他是两边都不讨好 这个 对 我讲完就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 就当在 竞选前几天 他突然觉得这个 那个希拉里的邮件门 是一个有这个有问题的 需要重新调查 他这个东西 这个当时他就跟国会讲完以后 又发布 跟媒体公布了以后 这个一下子 对那个 选新的大选 起到了 民主党就觉得 希拉里被击败 这个事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对对对 这是最后一级 但是他恨恨他呢 是因为 他这个公布了这个事件以后 在突然又 最后又说 没有什么可调查的 对 可是这个是更前了 大概七月间的时候 这个调查希拉里的 这个所谓的电邮门 就是email这个 这个 account 这个这个事 已经搞了一年多 从希拉里一开始竞选 就就这个 就像阴魂不散的去缠绕那个 那个时候 这个科米呢 就已经在调查 那个时候他就 自己在七月间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他说呢 这个案子啊 这个希拉里是非常非常的 不负责任 等于reckless 这个啊 可是呢 他没有犯罪 等于是没有犯罪 所以我不查了 可是就是不起诉 他这一个呢 这个当时这个川普 就是共和党的人 都认为他在包庇希拉里 因为你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责任 是去调查 你没有权利去讲 说要不要起诉 起诉是你的上司的 这个这个这个 当时的这个这个 司法部长是一个女的 叫做Loretta Lynch 应该由由他来来做 结果你怎么去 等于是越主代包 你就说 虽然这个他这个 非常非常的 这个这个 不不不 这个reckless 就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过分啊 或者是说 这等于是犯了 应该讲起来 就是有问题的啊 可是呢 他说我不掉 我不不起诉了 那那个时候 是一骗倒的 共和党就认为 他在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保护在 保护和希拉里 但是后来呢 又到了 希拉里零旧前 之前他又开始公布 这个又把这个事情 对因为他从另外一个 地方呢 这个希拉里的那个文件呢 被另外一个贤虫啊 对 他的最亲信的秘书的先生 这个这个 在他的个人的电脑上头 而这个电脑呢 这个他们去调查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先生呢 是他这个这个这个先生 是跟一个 那个又长了 话长 对 那很长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最后他又开始提起了这个事情 提起这个事情 民主党又开始恨他 所以呢 他从这方面就觉得 作为那个联邦调查局呢 也许是个好事情 就像我们做记者一样 有时候左右两派 大家都在骂你 这个保持这个司法部的这种公共证吧 但在这一天的这本书里面 他揭露了一个他的当时的心态 他在当时第二次 为什么要把这个希拉里的这个 邮件门这个事情要重新再提起来 要向国会报道呢 因为他当时看到 要调查 要显示的 是希拉里的远远的高于这个川普 他就获胜的可能性很大 他当时就出于矛盾心态啊 他就说了 如果要是这个希拉里被选成总统了 而这个邮件门的最后出现的这个 这个非法 是他的合法性受到的挑战 那对他来说 那是一件 做了一件那个 犯了一个大罪啊 就是当时为什么没有调查 所以他在这种 这种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促使了他 重新在大选前几天 把这件事又重新提起来 但这个事情最后呢 也是他自己也得吃到的后果 最后由于这个川普导致了 也许是有一定的关系 导致了川普的这个竞选 但这本书呢 他就公开的承认 他说的是 我当时的确不知道 也许是最主要受到的 民调的影响吧 所以还是受到政治 就是说 你在竞选的时候 任何这种被调查丑闻啊 尤其是跟跟司法有关系的 这个这个这种丑闻 是绝对会影响选情的 越靠近选举投票期间 越容易 从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 在这个彼此这种 搞黑呀 抹黑呀 使用阴谋轨迹呀 去破坏对方啊 这个东西啊 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尺磨高一尚 而且两边都在用 对不对 所以你作为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 你是很难拿捏好 这个准确的分寸的 现在共和党就是说 整个事情都是民主党这些政治的阴谋 这些尤其是情报单位 或者这个整个讲的是扩大一点 包括FBI CIA还有各种这个这个里头的人呢 都是所谓对川普是非常敌意的啊 是叫做deep state 就是这种真正的这个国家的隐藏的黑手啊 但是我对你刚才讲这个东西 这本书的出来以后呢 我就觉得啊 没有对这个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这种解答 现在还是一种等于是 现在左派希望拿这本书更加的攻击川普 而且共和党的右派呢 当然也有人会他获得一些人 但大部分还是没有改变任何的现状 我觉得就像像沃尔夫的这个啊 不过我觉得也产生产生了一大家 这个又对川普的这个这个真人秀 又又多了一个情节吧 再一个再一个另外一个下个星期这本书会 因为啊不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呃他的问题就是纯粹从司法的角度来讲 就他个人的那个律师啊 就是那个扣问啊 被这个上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了嘛 就是被这个南区就是曼哈顿南区的联邦检察官 去搜了他的所有的家啦旅馆啦办公室啊的文件 而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对我们这个下个星期专门谈这个 对这个专门谈这个 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有这一些问题 集中在这里使到像Comey这样的人 因为Comey他是在联邦调查局里头是做了好几年了 对不对以前也是做过司法部的副部长啊 那所以的话呢这个川普在最近啊简直是就是他处于新闻文件 不是人家形容他叫没有党 就是好像已经已经完全垮掉一样那样 而且是神经很紧张 因为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那个他的神经从来就没有轻松过 自从到白宫以后这种一直这个事情不断的 他会有时候你也我也是有时候感到很吃惊讶啊 他真是有惊人的这种耐力啊 对对对对 一个风波接一个风波 但下个星期我觉得这本这个科米这本书还会有一个一个起到一个作用 就是他其中暴露了一个细节啊 就说当时这个川普当时解雇掉这个科米以后这个白宫的总幕僚 就是凯利曾经很气愤就说的是他就说的要要辞职 但是那个科米说的是你不要辞职 因为在一个恶棍的这个总统之下 我们需要一些比较忠实有有原则的人在他旁边 所以这个事情明显的就把暴露出来的这个把凯利又给推到这个 如果凯利现在他本来就不受川普的这个待见了 所以就看到就下个星期就看这个凯利的这个这个这个办法 看他怎么样去回应 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就画个句号这个这个话题 总的来说科米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用了几句话讲到了除了说川普总统是一个黑社会老大之外 他说川普总统是一个没有道德的跟那个从来不坚持事实的 就是他是一个恶棍的就是没有一个原则的一个这样的这个领导人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他的这个这个分析呢也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是重胖出击了 重胖出击了 重胖出击 所以的话呢现在就是这个这个川普就是要把这个穆勒这个检察官给他fire掉 就是再把他 可是这个如果他fire这个穆勒这个office的话呢 这个就会变成宪政危机 所以现在他不能够直接fire穆勒 所以他把所有的这个焦点呢就去打击 就是要想要fire掉这个穆勒的那个 等于是上级吧 就是司法部部长的 现在就是大家现在都寄予这个希望 至于科米呢 现在这本书川普也做出了一些回应 又开始跟以前一样 很难听个谎 讲了一些骂人的骂他的话 又说他在 说我 说他在撒谎 对 是这个很很很混蛋呢 是一个大混蛋 然后呢他说我以这个fire他 我以把他开除为荣 就是这个人根本就不应该做 他是联邦调杀局局长 而且是你这一天讲说你一开始你当这个这个总统的时候 你上任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讲说 我想叫找你做继任的 你什么意思呢 然后你 现在这个科米呢曾经在他的这个书的会割到一般人会尊重他因为他是以这种自己的个人的这个道德完美而著名的他曾经在三任总统之下共和党都做过 看他影响最好的还是最感动的说是奥巴马时代对他基于很大的信任 而在前一任总统他说他每次去见到他们都不会记笔记的而只是在川普这个时代 所以就看这本书吧 我们就希望就是据说台湾你刚说台湾这个这本书的中文报道都已经翻译出来了 我估计对就是他书很快一正式出版马上就会 对对对就会大家有感兴趣应该去看一下 对对对我认为这个影响性很大 好的我们现在就据到我们下一个题目吧 好 我们知道那个老孟啊你是在我没在我们中西部待过 我到早年时候在芝加哥待到芝加哥的时候就因为什么呢 整个芝加哥这种中西部地区呢 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美国中西部不了解的 有点像大陆的西北地区一样的 没那么惨吧 没没没没我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这个 你不要这样说这个西北地区也不 人们提计中西部就说第一个人们相对来说比较淳朴一些 因为很多这些中西部的一些地方都是一些这个农业人口啊 人们相对的而且我们芝加哥我很喜欢芝加哥就说的是 一方面它有大城市纽约大城市的味道 但是呢人的相对都是中西部过来相对比较淳朴比较热情 对吧 对我们叫做叫Midwesterner 对但是呢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讲这个好的会合 也有个就是在政治上的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对对 而且呢在这宗教的一些领域也是在这边是比较比较强盛 对吧 前程的 我这次这个周末到那个益州的春田到那边去 我好几个朋友他们都是什么什么 这种Evangelical 就是福音派 对福音派的这个归谈起教 叫他那个圣经来都是兴兴乐道 就相对来说比较比较就是保守 天天祷告 随时祷告 对那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淳朴 当然你想 而且历来都是共和党的天下 除了几个大城市 比如说芝加哥 我们那个威斯康辛州的 Manderson和Milwaukee 这些民主党的聚集地之外 几个都被红色包围住 但是所以呢 由于这个他这个保守的这个这个宗教的色彩呢 人民一般想到最近的就是这个性骚扰案件呢 你想都是一些东部的纽约呀 或者是洛杉矶西海岸东海岸 像你们那些人都是比较造格比较败坏的 那突然上个星期呢 就一晚一反常态啊 就几乎大的这个性丑闻都出现在我们这边 对风水轮轮转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而且我们这边呢 都是一些 而且不是一般的这种性丑闻 说的是什么红外链呀 什么东西 而我们这性丑闻都有自己的这种比较特点 我们先举办一个说的是 好好 密苏里州的那个州长 你听到了吧 我知道 这个很出名的 现在是闹得是沸沸扬扬扬 他是一个比较共和党的一个很有很帅的一个 而且是明日之星 对吧 他做过估计在海军那个Navy Seal是什么 就是等于海军特种部队了 海军特种部队的 而且又是一个有文化的 又是个作者 又是个学者 反正就比较有特点的 突然呢 他就出一个丑闻什么东西呢 跟他的理发师 他是结过婚的 对 他那个不是 他们叫美法师 美法师 不是普通的理发 那时候是特殊设计的 我们还支持到那去理发 应该是美法师 美法师给他美发了几次以后呢 他就 两个人就 这个美法师当然跟这个州长 而且这么又长得很帅 但是那个时候他不是州长 他是冒起的新鲜 因为他是当时已经是这个好几个著名的杂志啊 把他列为全世界一百名最有影响力的人了 还有这个美国 美国最 未来最有希望 这个就是最能够发挥这个的五十名之一了 就是以后也是有肯定这个总统人选啊 但是呢 突然一下就是什么 他的美法师呢 就说的 他跟他 来 来了一腿 不仅是这样子 他还做的比较 他喜欢是把他什么 有一天把他 把他叫到他家 说到地下室 说咱们两个去运动一下吧 就他一到底下去以后 就竟然把他给 给绑起来了 绑起来 把眼睛蒙上 就是戴眼罩了 戴上眼罩 巴巴巴就给他拍了几张照片 没经他同意 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就开始 那个spanking叫什么 就是打屁股了 打屁股 就是一种 就是虐打 小孩子打屁股 就是怎么打呢 就是spank 就是 在这儿成生的时候 因为这个事情 这个最近这个打屁股这个事情呢 因为引起了很多人的联想 因为什么呢 就因为也是跟川普总统有关系 川普总统三级影星的时候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不断在吹嘘自己的时候 这个三级影星 他就他把一个杂志给了 这个三级影星 他说你看这个杂志封面 就是我的照片 这个杂志 这个三级影星呢 就说的是 有过去 把把裤子脱下来 就拿那个杂志 巴巴巴 打了他屁股 所以这下就引起了很多 这个推特上面 大家在发挥 想象地 这个事情又是一个打屁股事件 这个人还 人家是正宗的 这个到底下进行性虐 就进行了 这个把他 然后又就把他 打在地上盘 两个人就作爱了 然后这个女的就后来承认 说的要搞完以后 叫他给他口交什么东西 这个讲的很具体 这个女的现在就承认说的是 两件事 第一个就在整个这个性虐待过程 他没有完全是同意的 对 他是有哭的一塌糊涂啊 什么之类的 他后来告诉他的前夫什么东西 说他是被强迫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州长呢 用拍一张他的这个被蒙着眼 这个照片 就是裸照了 裸照 然后在威胁他 叫他不要公布啊 或者说继续往来啊 什么之类的 反正是用这个裸照来威胁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 就成了一个这个 一个大新闻 现在是这边搞得很 为非洋行 要叫这个州长 要要去 要他辞职 对 而且这一方面大家对这个事情 而且更多人想想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要 要知道的 这个这个这个州长 有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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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好 是好 这是一个 这是密苏里州 我们讲讲我们那个 芝加哥吧 因为芝加哥看天下 应该刚才先填芝加哥 因为芝加哥就太太那个别致了啊 芝加哥呢 有一个叫 有一个大的教堂叫 Willow Creek 我们叫柳树湾吧 就这样叫柳树湾 这个教堂就叫 英文叫Megature 就是叫什么 巨大教堂 就是 对 就是有几万人 每一个做礼拜 都是上几万人 在参加这个崇拜的 这一般都是新教中的福音派 这个就在宗教上面的福音派的一个 一个教派啊 当时呢 我在90年代的时候 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还专门去 去观赏了一次 专门到那去的后 是个礼拜天过去 整个你进去后到教堂 根本不是教堂的感觉 你好像去到教堂 到一个大的体育场 去看音乐会的这种感觉 整个这个多功能的这个媒体 多功能媒体这个这个大厅里面 坐了几万人啊 都是年轻的一对夫妻 虔诚在在听这个东西 可见呢 就这个 这个这个人的名叫比尔黑宝 或海宝 海宝就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有魅力的一个宗教人物 然后他想他能一下子发起来以后 在我们芝加哥的西北部郊区 而且把这些中产阶级和这个富有阶层的人 全部在星期天能够过来去听他的步道 这是一个很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而且在克林顿那年的时候 出性丑闻的时候 他亲自呢去抓住克林顿的手 去跟克林顿去去祷告 去祷告 所以这个事情呢 结果最近呢 他上星期二 芝加哥论坛报 发表了一系列的这种性骚扰 他的性骚扰是什么东西呢 是人家手下的女同胞呢 抱住人家不放 长时间的拥抱 而且呢 找同事谈工作的时候 跟工作没有关系 喜欢把他叫到自己的酒店的房间里面 或叫到自己的家里面去 也是结过婚的啊 后来就另外一个一个女士呢 就说的 他想强迫接吻 结果那个接吻未遂 这是一个 我们芝加哥旁边的一个宗教人士 对 你那边下来呢 下来呢 我们那个秘之根 秘之根人士呢 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一个神父 天主教的神父 但神父这个最近虐童案 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很普遍啊 这个东西天主教的 这个天主教呢 就是把人家有一个那个 一个男孩 17岁的一个男孩子 是犯了被法庭 那个犯错以后 被法庭惩罚去做这种社区服务 然后就叫他接管 这位神父呢 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小孩子需要他来管教 然后呢就开始对他进行性侵 而且呢给他提供什么毒品呀 什么东西 没想到这个男孩子是 是FBI的那个线人 就把他给 给给给抓到了以后 现在 现在而且还说他跟21岁的男孩子 也有个这个性关系 而且呢最后还说他提供 又也是提供毒品和酒 最后呢 这个 这个 当地的这个联邦调查局呢 强行搜查了这个 这个 他这个教区 这个主教也受到了这个影响 这是密之根 在那个威斯康辛 我们知道都有 有名的大学 叫这个 Madison大学 就是 威斯康辛大学 在本次的主校 最近呢揭露出来说呢 他们整个学校的花了50万美元 去 搞这种 那个 接待不同的 搞这种不同的诉讼 就很多 特别在他医学呢 很多这个老师呢 那个 那个性侵学生 还就 给人家讲脏话 还有 把他们都结过婚的 去进行去 去把门关上 要进行 强烈进行强暴呀 什么东西 就整个这个不同的 就这 就这几年中间 就花了50多万 就专门就 就跟人家去 做赔偿性的 就是 调解之后 付钱这些人就 不讲话了 不讲话 settlement 对 这是威斯康辛大学 然后我们的印店呢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州呢 我上次看到 就是印第安纳州 他的个州府呢 是全美国 就是最密集的 这个教堂 最密集的地方 也是我们的彭斯的 这个副总统 对 家乡 家乡 结果呢 又出现好几期 又是也是 小学的老 一个老师 中学的老师 性侵男孩子 都被家长告的 你看这个整个 你现在要去 要去那个 打拒 这个性侵 或者是 这个性虐待 这个上个礼拜的 大部分都是我们 那个中西部的 好 当然还有那个 这个 艾瓦 艾瓦一州 就是他一个农业州了 他的议长 议长呢 那个最近也辞职 是什么呢 是因为跟一个游说员 一个女的游说员 也是结过婚 而且是要说的是 家庭价值 最后发现 跟一个那个游说员 在在在接吻 在酒吧里面喝 就接吻被人照的照片 最后辞职 所以我就说 这一系列来说呢 老孟尼家就说了 你你你对这个宗教 比较了 就是美国这个 是个清教徒国 为什么会 就是对 当然这个全国各地都有 而最后特别集中一些 不仅是这个性侵 而且都是 这个这种表现方式 都是比较极端的 有点变态 都变态 比如说那个恋童啊 这个是这个 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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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这个这个东西 这个 是 事实上 我们发挥一下吧 好 我不能讲说 我对宗教的这个 特别了解 我自己当然是基督徒 可是的话呢 我要比起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来讲 那个虔诚度啦 或者是就是我们的专门的术语叫做灵性 灵性的成长 灵命的成长 那是很算起来 那真是很差的 所以我不敢随便乱自己讲说我对宗教的问题 从美国这个建国的标准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话呢 是这个清教徒立国的 事实上是如此 美国现在的这个基督教的气氛呢 还是所有发达国家之中最浓厚的 大概就是说平常就是还是基本上经常去教会的 做礼拜的人在全民之中啊 还是有相当高的比例啊 这个像欧洲的话那都是到降到个位数了 你到欧洲的大教堂 几乎都是像这个博物馆一样 没有什么 而且是很冷静的博物馆 由于他这种清教徒文化呢 所以是不是跟这个特别是中西部 是我们这个清教徒文化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域 就是表现的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最明显的应该是所谓的叫做 Bible Belt 对但我们这也跟他有一点点关系 你们那个地方呢已经比较算淡的了 不算是最 但算保守派了 我的意思说由于可能也是不是因为就是由于这种清教徒 你刚才讲的清教徒文化的影响 就也就是比较这个压抑型的 这个比如我们这边很多德国的 比较比较压抑型的这种宗教呢 是北欧的这个清教徒 我们这边的 Wisconsin还是 对对 这是很多是从路德派啊 对对对 这个就跟那个Southern Baptist 就是南进信会啊 是比较不一样啊 那然后的话呢 这个像你们那边的话波兰裔的人啊 移民就是主级波兰的 对这些比较多 都是都是比较多 对我现在要问你就说的 这个教对人这个性压抑这个是有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因为啊基督教里头啊 尤其是圣徒保罗特别的强调 就是说灵跟肉啊 这个他们把这个肉体的这种情欲啊 看的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没有这个没有圣灵的感动把这个你的这个灵性啊发挥起来就是你他们并不是说反对性这个本身而是说你这个性啊一定要是在圣灵的感动为了婚姻啊为了这个才能够圣洁起来才能够崇高 如果你只是去追求肉体的这种满足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最坏的这个败德 所以的话呢在在这个这个在新约里头尤其是保罗的这个教会里头啊 他把这个灵的就是spiritual就是精神层面的这个追求跟这个跟这个这个肉体的满足啊是画得很严格 而且所以这也非常的压制 而且非常的这个等于是condem�� 就是说非常的 谴责的 谴责 而且说这个是最坏的 是报这个是 等于最大恶劫 这我们中国人有说万恶迎威首啊 对 也是一种啊 也是一个压抑的表现 但是不是因为就由于这种压制的过度的压制的表现 所以呢 当人们这种反映出来的这种性的这种 这种约束的时候出来的也就比较极端的形式 这个我觉得是普遍 对这是一个普遍的 我觉得不只是教徒了 你要是放纵的 这个很放纵的 信很放纵的 也会觉得非常非常传统的 这个一夫一妻啊 或者说传统的这个信的这个行为啊 不能满足 因为你总有好奇吗 总能够想出新的花招 不断的用你的无限的想象力 去把这个事情弄花弄朵 就是说各种的色情的文学也好 和色情的电影也好 这一些东西都是刺激你的感官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的话 在清教徒的社会里头 是很受道德 就是你自己应该谴责的 可是人这个本性里 这就是基督教讲的原罪了 就是你从这个 从这个生来啊 你就有这个方面的 这个犯罪的这个本性在里头 就是说你只有靠这个神的这个救恩 可以把你拯救过来 而你也应该 你也你的责任呢 你做一个人 你要要要要要解脱这个罪的这个捆绑 就是说 我们先不要再讲太多的宗教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有这样子严格的要求 所以的话呢 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那种压抑啊 或者是把他这种 可以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 就有的啊 那这种就变成了 他的很深的这个dark side 就是非常的这个黑暗面 黑暗面 一旦爆发出来也是 对 他他很容易在人不看 看不见的时候 或者是说他喝了酒了 或者是一下子发现 可以做一点这种东西 他就会爆 等于喷发出来一样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事实上你说这个美国的新教徒 在最在在刚刚上到这个 这个登岸的时候 在东北不是有一个叫做 红A这个Scholar 这本书 这本书是非常出名的 那这里头就是讲说是 这个什么 A就是代表adultery 就是通奸了 通奸对美国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 因为他这里面的非常的要求 夫妻之间的互相的 这个完全的忠臣 就是绝对不能有外面的 这个受外面的 甚至耶稣在 我答扰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我就说的 这个由于你刚才讲的 一些宗教的 清教徒的影响的 这个压抑 也许是叫人们 这个一旦爆发出来 也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一种方式了 这可能解释就是为什么 这种怪怪的 这个在中西 对你像这个 刚才讲那个 密西根州州长的那个 他是说 密苏瑞 密苏瑞 密苏瑞这个州长 讲说是 他的所有的关系 是consensual 就是说是双方合议的 是成年男女之间的 这种 他说这个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的话呢 不应该把它变成 一个法律上的一个 法律上或者是说是更恶劣的 这种政治的这个 这个spectator 就是变成一个 一个是 等于是大家公众来 来嘲笑的这种 这种把他这个政治生活要毁 这一点的话呢 确实啊 在美国这个社会啊 我们 你如果发生了这种 就是性的这种 丑闻也好 不规矩也好 这个的话 你很可能 你在一般的情况底下 你的政治 声望就受到很大打击 因为大家是 对对 这样我一定要讲 那个我刚才就讲到 就说的 想讲就从这个案件的 想从两个方面讲 第一个方面 就你讲到这个清教徒的 这个文化和这个 由于那个压抑性啊 所以也就解释出 人们爆发出来 有种极端的形式 但是呢 同时也要可以理解 就是很多人都在讲 这个左派讲 你看这些右派的 这个道貌黯然的君子 嘴上讲的圣经 什么家庭观念 是那个背后 有干的一种事 但你也可以 从另外一个方面 可以理解的 就是由于这种 这种压制性的 这种东西呢 人们当然就会有 不同的变态的行为了 对吧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先讲完 就是第二个方面 就是有一种 清教徒的文化呢 有时候把一些这种 在西欧人来说 是一种 不算是政治新闻的东西 到了这边就成了影响 整个毁掉一个人 政治生涯的问题 比如说 那个大家都 就是由于 这个对你刚才讲的 宗教的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特别这个性之间的这种 就过分的这种压抑呢 是就把一些小事情呢 就过度的就是戏剧化 比如说的是那个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 米苏里州的这个州长 他说的是 这是两个人互相合议的 对吧 就不应该成 至少在法律上 没有那个什么嘛 没有 没有什么 犯什么法 对吧 因为没有通奸法 美国没有通奸法 对 没有通奸法 还有一个比如说 那个我们这个 州的这个 就是 加哥地区这个人 他就 他这个宗教人士 他说的 他等于是就等于是 那个拥抱了 这个女的说 他跟他 告别拥抱的时候 就抱的时间长了一点 那你怎么说 怎么去定义这个 长和不长呢 对吧 我觉得而且 还有的是这个嘛 我们这个神父 他就 密之根的神父 他说的是 当时呢 是有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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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I 联邦调查局呢 搓使这个男 男孩子 这是钓 钓他鱼 钓鱼 对这种东西 对这种事情 过分的东西 最后就导致了 这个 这个由于这个 清教徒文化的影响 就等于毁掉了 这个 比如像这个 这个很有魅的 宗教人士 他的这个 生涯就结束了 那个密苏里州的 这个州长 也是也是同样的 比如那个 像以前我们谈到 那个演艺界人士 对 一个女孩子 发生性关系后 结果 不爽 这个女孩子 发表一些文章 后来就很久 就消失掉了 前一阵子 刚刚 一起消失 所以我就刚刚 你讲到这个 这个清教的文化 也有他的另外一面 就把很 有时候把一种 跟性的这种关系呢 就是变成了一个 一个成为一个政治 这个毁掉了一个人 政治师徒的一个 很利的一把 对 你毁掉他的这个 就把它等于是 他以前东西就都因为 这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又是 界限很不清楚的 或者说是可以有各种 不同解释的 这种就变成了 现在就是女性 这个这种所谓的 me too 这个movement 就是这个me too的 这个我也受到性侵害了 这个搞得很极端 就变成了一种 另外一种政治正确了 而且的话呢 我觉得这也是跟 这个美国的 这个清教徒文化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如果中西部 本来是一个比较 特别中保守派的性化 那就会更加的 最近这个性丑闻的出现后 就更加就变得 人人有点 我都觉得有点 人人自卫了 比如我在节目上 我说老孟 要是你是个女的 老孟你今天 那个衣服穿得很好看 或者是 走的时候拍一下 你的拍一下 你的肩膀 或者拍一下 你的屁股 就马上就成了一个 那什么了 成了一个性 我就可以可以告你说 你是意图性骚扰 对而且现在 不仅是男的告 女的告 男的也在告 说有的上司对他们 我觉得这种东西 当然一定要有个界限 当到了最后一定的 这个没有这个界限的时候 真是像一个 这个人人自卫 也是一种比较 比较令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对那这个当然 就是说任何事情啊 你走到极端的 这一部分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很多的 这种听起来 有点荒唐的 就像这个在文革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 现在想起来 简直不可思议 当时人怎么会 有这样子的作为 可是那个社会的氛围啊 是会造成这些 很极端的这个 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 也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 上司利用他的地位啊 权势啊 用各种的方式来试探 而这个你不 这些试探的里头 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侵犯 这个对方的这个意思 你这个的话呢 要就是说 这对这一边的人 认为说我这个完全 只是友好啊 或者我只是抱你 抱久一点 我只是这个完全没有 这个没有这个 侵犯你和骚扰你的意思 可是对方的人感受不一样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需要 这个怎么样定义 这个东西 在以前的话呢 老实讲 也是也是 事实上 大部分都是说 都是偏袒那些 侵害的人 对 这个是就是说 而且就像我们 现在这个川普总统一样 川普总统那个内容 就是说你他 他今天甚至 有人传说 他在婚外还生了个儿子 而且跟在那个大楼里面的 一个一个保安 还有看本 去要保安 因为那个保安看到这些东西 叫保安不讲话 给封口费 每个月给三万 这个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最近 这个这个 以这个川普总统 他是靠这些 主要是靠共和党 尤其是那些 福音派的 这非常保守派的 这些人呢 支持他们 而这些人呢 是最讲究 说什么 这个在性质方面呢 一定要 一定要把持住啊 什么论 结果呢 你去反而认为 这个 在其他的 这个政治人物 如果犯了一点点 这种过错 你就把人家摧毁了 可是对总统的话呢 反而是 现在他是网开一面 他怎么搞都可以 怎么乱来都可以 那这个就是 让人家觉得 好像你有点 伪君子的味道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 这个美国是迟早 这个要解决 现在就是等于是 你看这个各个州 地方官员 一个小小的事情 就就最后就辞职了 像我们的总统呢 现在一系列的事情 现在没有什么大 这也是一个 我们期待 另外我还可以介绍一下 那个那个 你刚才讲到 就有时候这个性虐和性性怪癖 也不能说是一种 并他如果压抑很久 他需要一种宣泄的话 对吧 也是一种 你要是一种 两个人之间的一种 就是合意的话 合意的话 应该没有 无可指责的 对 我现在在这结束之前 我想给你讲一个 你可能没有看到过 就是大概九九五年的时候 我去开会的时候看到 在三安东西开会的时候 看到一个HBO呢 做了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呢 讲的就是这个 在讲到这个华尔街旁边呢 有一个性俱乐部 这个私人俱乐部 这个叫Pandora's Box 潘多拉的盒子 这里面呢 就是全部这些女的呢 都是性虐待 要做性虐待的 他们主要的客户呢 都是各大公司的这种总裁 华尔街的 有钱的总裁 他们呢 就是为了解冲这种压力 而且一种长期的压制和东西 为了宣泄这种 他们需要被虐待 所以这个 做的纪录片的时候 就跟踪他们 这些总裁就说的是 有的人是喜欢被打 穿着皮子被打 有的人希望把自己的头 伸进那个马桶的里面 也有个人希望自己 打扮成个小女孩 叫那个女的像妈妈一样 抽她的嘴巴 人的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极端的这种 性质运的表现 但是由于的这种 他们的采访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就讲 我需要这种宣泄 如果我不需要这种宣泄的话 我会出问题的 对 什么这种怪人都有了 但是你要是鼓励这种 就是说不停地认为说 这种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变态的 而变态的变成一种normal了 就是我们比较accept 社会上整个的 就是那这个社会的话呢 是会造成社会整个moral的 这个道德的崩溃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要是公众人物 像这种 像是这种 如果要是比如像这个 州长啦 或者参议员啦 或者大部司经理的话 就不要去到处把人家美发师给你搞过来 这些去花钱到一个私人俱乐部 去有这种去宣泄一下 可以 但是我就觉得 你要介入公众场 就一定要违背这个准则 要不然的话你会是受到很大影响的 对 可是的话 这个也要看各个社会的这个容忍度 对不对 比如说像法国 那个总统都是 大家几乎都知道 他是外面有这个 有婚外情 甚至有另外有婚婚 婚婚婚子女 有很多的 但是大家就把这个 这两个界限 就是你个人的分的比较开 那是看每一个社会的容忍度 像中国的话 实际上中国人要搞臭另外一个人 就是说他男女关系不正 或者生活作风问题 那这一点的话 其实在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传统的性文化 比这个西方的基督教的文化来讲 是又包容得多 比如中国传统上 对这个 这个同性恋 皇帝上面可以提供 那个什么东西 三公六位 不是 就是对这个同性恋的上面 也是比较 包容性比较大的 可是你不要把它弄出来 就是了 对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这个讲到这儿 就说的 就看来就是这个美国 如果要像法国这样的 那要是一种根本性的文化变化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就像美国的枪支控制 别人不能一样 这种清教徒的文化 这种根深蒂固在人的血液中间 对 可是我是讲 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宗教这个事情太突出 并不是说清教徒才有这些问题 那你像日本 他不是 日本的这个性变态的这个情形 那我们就不要讲了 最多了 我们今天的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今天就讲到中西部呢 就说的是 就给大家讲的 就是因为 由于这个清教徒文化的影响 一方面的 它极端的表现方式 还有一方面 就是由于这个 清教徒文化的 所以对这件事 有时候也戏剧化夸张很多 所以这就解释了这个问题 所以老孟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可以再继续谈 好 但是我还是要有不同的意见 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 因为宗教特别压抑 这个事情非常复杂 不是能纯粹从宗教这个方面 作为主要发生这些性变态 或者是 那就是一种文化的影响了 是现在整体的社会的影响 不要把这个事情责任主要推到清教徒身上 好的好的 像你这种清教徒 那个什么 那就那个 祝你周末愉快 祭你那个什么 到这个礼拜堂教堂 替我们大家祈祷一下 把你的最像 最像 祈祷 好的老孟 那请 那就周末愉快 好好好 各位网友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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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